每天堂点灯多 小二大你可以喝 哈喽大家好 爱你们的小二又和大家见面了 现在网上问的最多的是什么 陈真远赵露丝到底什么时候二大呀 没办法 两人的热度太高了 露丝每次都能给我们惊喜 从一开始的不看好 到后来的热度第一 观看流量可是远远不够的 在露丝旺夫体质的加持下 陈真远也没有让我们失望 我们也看到了陈真远的成长 对角色内心的完美理解 巨波期间涨粉一百万 作为说明她的优秀 陈真远很会把握细节 拿几个小二比较喜欢的瞬间展开来说 她发现自己喜欢的女孩 给自己准备生日惊喜的一瞬间 不是惊喜 不是兴奋 而是动容 段嘉许侃侃侃侃的生活着 很少庆祝自己的生日 但有人愿意来做这些 在知道自己被爱的那瞬间 她把被救赎的那种 说不上来的感觉 拿捏得特别好 然后是我最喜欢的一场 段嘉许去看她爸爸 她的眼神里一瞬间 带有恨 对于自己爸爸给自己带来的爱和麻烦 都无法割舍 于是 一闪而过的恨意 和更多的柔软 无奈 人生不是非黑即白 爱或不爱 她把段嘉许人生的纠结和复杂性 磨清楚了 于是段嘉许整个人立体了起来 而且她是代入型研法 这种需要极强的共情能力 也特别容易损伤精神力 本身有天赋的情况下 愿意下苦工去磨 台词有口音 就真的一次一次的练 不是等红了 怕被人诟病 所以努力 而是在很多默默无闻的角落 也坚持着 给粉丝 以及观众朋友们 看更好的东西 感觉老远在看不到的地方 付出了很多 虽然 埋头演戏 让她在代报 代了很久很久 但老远 追求的好像不是报 而是长久的 成为优秀演员 那些竹毛路上的坎坷 好像也因为热爱 所以变得没那么坎坷了 如今 剧已经大结局有一段时间了 两人的热度只增不减 两人接下来的日程 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不过 听说8月3号 上海有个线下活动 邀请了两个人 预测一下 到时候陈志远 估计又要开屏了 对于赵露丝和陈志远的恋情 相比大家都有所关注 最近 两人突袭吻的花絮 成为热议话题 这一幕不仅令人兴奋 也令人猜测 两人关系的发展 这一突袭吻真的只是 热恋中的小情调吗 其实 赵露丝和陈志远之前 多次被拍到一集出行 而这次的突袭吻 更是证实了两人的恋情 这个夏天很甜 浓度较高的糖分里 有这样一部剧出了不少的力 是由陈志远 赵露丝 连妹主演的青春偶像剧 头都藏不住 结束的时候 陈志远像往常一样 习惯性的对自己的角色 写了告别的小文章 每一次 他都在很真情实感的道别 作为一个演员 陈志远真的在好好的努力 外貌帅气 内心温暖 他有着亲切的笑容 并并有理的举动 和非凡的才华 深受大家的喜爱 作为一名优秀的演员 陈志远在演艺圈中备受赞誉 他不断的挑战 不同类型的角色 以出色的演技 塑造出许多经典形象 他的电视剧 少年派 电影 档幕笔记等作品 都获得了极高的评价 成为众多影迷的心头号 除了在演艺圈中活跃外 陈志远也是一位 品德高尚的好男人 他本着积极向上的态度 努力工作 勤奋学习 积极公益 他在平时的生活中 也是个真实可爱 善良有爱心的人 他曾经发起过筹款活动 资助一位有需要的年轻人 赴美治病 这样的行为 在社会中 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赞扬 如此优秀的陈志远 也是许多女孩子心目中的偶像 他不仅外表帅气 而且也有内在魅力 他温柔 体贴 懂得关心女孩子 这也是他拥有一大批粉丝的原因之一 总的来说 陈志远是一个很不错的人 他的优秀品质和才华 不仅能够为他本人 带来许多荣耀 更激励着更多的人们 拥有梦想 追求卓越 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正因为陈志远 具有如此高尚的品质和才华 他也深受人们的感激和喜爱 无论是在演艺圈 还是在日常生活中 他都能够以自己的真实 积极和热情 向大家展现一个怀穿梦想 敢拼搏 持之以恒的好榜样 而正是由于 这种带给人正能量的魅力 陈志远也逐渐成为了 年轻一代中 备受追捧的偶像 他的影响力 已经不仅限于演艺圈 更是在社会各个领域 得到了广泛关注和赞誉 总的来说 陈志远所具有的 种种闪耀光芒 都深刻的影响着 我们每一个人 他的优秀品质 才华和态度 都值得我们学习和追随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陈志远的事业和生活 也会继续保持着 积极向上的状态 成为更多人心中的光辉卡摩 这几个月 他经常上热搜 也让很多人知道了 这个情感努力的少年 有一个他出道前 参加选秀的片段 因为他的独特 也成功出圈了 参加选秀的陈志远 唱着不怎么悦耳的歌曲 被评委伊能静 维吻汉亭 伊能静问他 除了唱歌还会什么 更值得他说 会跳舞 参加了七天舞蹈集训 于是他确实跳出了 速成的塑料舞蹈 毫无美感可言 不论是谁遇到这样的场面 必定少不了一顿尴尬 和来自那些地位很高的 评委的抨击 但是幸运的是 陈志远遇到了伊能静 他们开始了这样一段对话 伊能静很温柔的对他说 如果我说 你靠脸就能哄 你会高兴吗 陈志远犹豫不决 不知该做何回答 伊能静又说 你刚刚那个困惑的表情 让我很感动 如果你的才华 有一天超越你的长相 你才是真正最棒的艺人 事实证明 伊能静真的没有看错人 他的话也被陈志远 深深地刻在了心里 虽然因为颜值 偶像团体出道 但他一直在正视 自己能力的不足 在努力做好一个演员 陈志远 对陈志远的了解 源于当时 自己沉迷的网剧 《你好就时光》 看完之后 忍不住去看了 男主张星成 女主李兰蒂 曾经拍的作品 在这之中 看到了一部青春校园剧 《密果》 而这部剧 也是陈志远出道以来 拍摄的第一部剧 对于这部剧 陈志远在拍完之后 并没有勇气去看 是身边的人 一直在鼓励他 怂恿他 他才好不容易 鼓起勇气 看了自己主演的这部剧 或自己的预想差不多 遗憾 大于满意 但是他并没有气馁 毕竟刚刚踏上这条道路 算有很多的不足 但是他坚信 自己一定可以做好 他有很强的共情能力 面对每一个角色 不管大小 他都会让自己置身其中 而在共情之外 他会把和剧本 角色相关的书籍 以前的作品 动漫 广播剧等等 都要看一遍 甚至看好几遍 让自己加深对人物的理解 就像他拍过的角色 《绝带双胶》中的小鱼儿 为了演好这个角色 他看了六遍原著 写了四千字人物小传 还写了六七千字的书评 并去进行了四次面试 而这 已然成了他的工作模式 正如他自己所说 我不是天赋一禀的演员 我是需要靠这些工作 心里有底 在一些阶段里 他会疯狂地补充自己的乐片量 每天抽空看三到四部影片 分析角色人物 琢磨演技 琢磨不透了 便去请教同行的前辈 只要有机会 他都不会错过 向前辈交流 学习 每一次演绎的角色 都是他所真实的体验 秘国的段博文 青色 但是他很真实的 演绎了十七八岁的男孩 该有的模样 树山战绩的云奇 仗义 隐忍 用一身真情 守护唯一爱的女孩 暗格里的秘密的周思月 勇敢地追踪梦想 像一束光 在那个灿烂的日子里绽放 绝带双家的小鱼儿 古灵精怪 无依无靠的他 在最险恶的环境里 依旧坚守着心底的善良 像小太阳一样 照亮着正义的前方 陈志远 在四月里努力靠近自己 梦想中的模样 朝着自己心中的方向 为了他所有爱的家人 和爱他的人们 他一直在奔跑着 奋力地奔跑着